CODM最惨的三种武器 一遍加强出皮肤也没人用 自从CODM上线 游戏中加入了各种武器和道具 每一类武器都有一定的对比性 就像枪械中M13和Type-25 一定是使用率最高的 所以天美为他们出了多种皮肤 但有些武器道具 不管有没有皮肤 玩家都不会去看它一眼 1.KN44 虽然KN44经过加强之后 整体的输出及后作力方面 都有很大程度上的改善 但由于之前KN44弹道比较阴间 因此很多玩家打心底力 就不喜欢这把枪 一遍加强之后 也依旧很多玩家不会选择这把枪 就连手册都在大力宣传KN44 加入它的改佛子皮 但依旧没有多少能用 2.DRH 装备30%开肩弹的DRH 可谓是相当的强 无论是一二段伤害 还是整体的机动性 以及输出能力 虽然各方面都比较出色 但唯独攻速慢了进 只有57的攻速 被众多玩家不看好 虽然整体属性强 但就因为攻速慢 被众多玩家放弃 3.十字弩 游戏中最冷门的武器 在这个全字弩武器 占主导地位的游戏中 十字弩的存在率非常的低 哪怕有部分十字弩的大神带动 哪怕十字弩伤害高 哪怕官方出神话算盘 但选择它的玩家还是太少 很多情况下 大家宁愿选择限弹枪手枪 也不会选择十字弩 那么你经常使用上面三种武器吗